《孕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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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次考試 就不代表可以決定人生的勝敗 我以前也是一個失敗者 最重要是靠自己的努力 去到一步一步爬上來 香港亦都有很多機會去進修 或者去继续工作 阿开在公开试成绩不太理想 中学毕业之后 几经转折就报读了建造业的课程和学图计划 一级级地由低做起 现在他三十出头 就已经晋升为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最主要负责的工作 就是诺标、工程策划、监察的工作 coursing和一些profit 要设定他的工作 一直在低层里面做上来 就可以打稳基础 对日后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的毕业生一般毕业之后 都会加入一个学徒训练计划 一边工作一边进修 我们也有很多学生经过多年的努力 就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 比如在监工班的学生 就会变成项目经理、工程师 甚至乎是测量师 看到阿开现在这么成功 其实背后他付出很多努力 阿开按部就班 沿着资力架构第二级读到第六级 先后取得证书、高级证书、富学士和学士 几年前还完成了碩士 其实我父母很赞成我走这条路 我最初中学毕业的时候 就在超级市场找了一份工 我妈就觉得很失望 接着我就读建造业训练课程 家人也很支持我读这个课程 读这个课程之后 我就继续进修 日后上班、夜晚上学 完成了师课程之后 我父母觉得很欣慰 亦都觉得自己的儿子很有用 阿开在修道原建造业课程的背后 家人的支持其实都很重要 我没有后悔到 投身在这个建造业 而且一个兴趣也都越来越浓厚 我会建议我的子女 投身这个建造业 只要他自己有兴趣 我觉得建造业是有前景的 现在香港这个市场 十大基建将会上马 对建筑业的人手要求也非常之高 新学制多元出路下 职业培训都可以成为同学 一个合适的平台 一方面可以学习工作技能 装备自己 另一方面提早了解公司和行业的运作 做好准备 为事业发展铺路 如果我们配合学徒 工地和书本 就会融会管通很多 学徒制出身的员工 因为他经过有系统的训练 他工艺和理论都会并重 他处理工作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其他人士快速 和质素自然就会胜人一筹 建筑公司的高层 其实大部分都是学徒出身 所以对学徒的照顾是会很好的 亦都会认同这一件事 无论基本工艺课程 或者监工技术研课程 我们都是免学费 有津贴 如果他成功毕业的话 我们一定会找到工作 建造业是一个专门行业 课程讲求实用 而且出路都很多元化 我有些同学 也做了一些工料测量 Fortility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都不一定要在地盘工作 所谓行行出状元 工作无分贵贱 课程亦无分高低 着重的是以认真和木实的态度 去完成每一个人生目标 就像阿开的经历感 再次证明这一个道理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要素 就是要贯彻始终 无论做哪一行 这一件事都要去 切切切切地做 做到原为止 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就可以成功了 每一行都有其苦与乐 只要同学把目光放远一点 抱着积极的态度 努力工作 无论从事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机会创出一番成就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1 3 5 7 4 5 7 7 5 8 9 9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